中央宣布韦解封要有条件开放餐厅可以内用 但是台北市长柯文哲他泼冷水 坚持群聚吃饭风险太高因此不会跟进 不但台北市是逆时中 包括了桃园市也宣布不考虑开放餐厅内容 中央震撼宣布韦解封 北市人口高达260万 旅宿餐饮业更有将近9700家 一票业者喜滋滋等餐厅解封 但市长说北市疫情还超紧绷 要开放餐厅用餐真的想太多 解封也不会说一下突然解封 还是会按照程度 还是如果按照科学来讲 吃饭还是最后 群聚吃饭是摆最后 所以但是那个细节 我们也会看中央公布的大原则 我们还要每个局处在讨论可行方案 不只柯文哲港 时中隔壁的桃园镇文燦 照样不解封餐厅加入逆时中 餐厅那么还是维持只能外带 那我们会研究 这个未来如果说要开放内用的话 比较好的时机是什么时候 三级解不了风说穿了 就是疫苗打不够 柯文哲在炮轰蔡英文 当初就是你意识形态作祟 狂挡BNT疫苗才够才酿货 当疫苗不够脱下口罩用餐 就怕餐厅又变成防疫破口 首都百姓就怕一昧顺失忠 恐怕又是自己吞苦果 记者张大鹏虚过好 A3G小组台北报道